每個月的其他天 那每個月的其他天當然我們就需要什麼 第一個先跟他講說範圍 for i 等於不是第二列 第三列 到第三十二列 for trade 等於一到十二 那一樣我在這邊先增加一個sub sub名稱叫做每個月的其他天 那其他規則的話就是一樣嘛 就是這個地方for i 等於第三列 因為從第三列輸出 然後for trade 等於一到十二 然後按個tape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輸出什麼 輸出那個公式到儲存格 所以sales i 列的追覽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公式 那個公式的話呢當然我們可以拿 因為我剛剛有複製啦 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你拖拉加Ctrl鍵 就可以複製 有沒有 複製你的工作表 那我是比較建議啦 你複製完再來練習 錯了沒關係 你就把它刪掉就好了 不然如果你沒有複製 再練習有時候會壞掉 因為你可能你的程式寫錯了 那你如果沒有把它備份一個工作表 你變成你就要重開 這個檔案會比較麻煩 那我就把這個公式 A2的公式直接複製 有沒有 貼到那個雙引號裡面 不過貼之前一樣的規則 如果裡面呢有雙引號的話 那一樣我要把它貼到記事本裡面 怎麼樣 把它取代 這個固定第一步一定要 雙引號一個變兩個取代 OK第一步 把它複製 再貼到我的Visual Basic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 第一步就可以了 那第二步的話 當然喔 我把它貼在這一個 這個是還沒有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 當然你現在如果RUN它的話 應該全部好像都會出現 大概變成每個儲存格都變成1月2號 或者變全都一樣 那如果你要改變的話 第一個喔 習慣上會先改I 比較簡單 第二步的話呢 最難的 再改J 如果I可以改 J也可以改 那就完成了 只是怎麼改喔 各位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這邊有A2對不對 A2一個兩個三個 那把它改成I 可是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I現在的數字多少 3 這個多少 2 所以差1對不對 所以特別之外 你不能直接把I 直接就塞到這邊喔 這樣呢 它會變成 對 它會變成少 它會變多1了 OK 那這樣子的數字就不Match了喔 本來應該是放個A2嘛 結果它變成 假設用這個I來放的話 它變成A3 那就錯了 OK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可以把I 減1就好了嘛 OK 所以喔 這三個2怎麼做 1 把2選起來 用那個口訣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然後加一個什麼 I 減1就好了 然後把and 前後控開 那做一個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之後呢 貼到這個2 貼上就好了 蓋過去 再來這個2 蓋過去 好 這樣第一步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本來每個都1月2號 現在的話呢 變成 有1月2號到底下應該是1月31 但是呢 其他變成每個月也都變1月了 有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最關鍵的地方來了 就是把這個A 改成什麼 改成追 但是 我們要動態的去抓到ABC 所以喔 這個有點像剛剛的規則 就是因為我要抓哪一個 那個藍的文字對不對 你可以拿這個來改 這個 但是因為它這個時候 J等於1 它不是像剛剛是J等於2 所以這個A就不需要了 也就是A到L 那分別就是 如果是當J等於1的時候 那就抓A 當J等於2的時候就抓B 有沒有 意思類推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怎麼樣 在這個A的位置 最關鍵的地方 最容易做錯的地方 一樣 把它算好兩個 1到中間 再AND 1到中間 然後我乾脆放個J好了 然後呢 把它控開 接下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在J的前面加一個Mid Mid的意思說 我要切割 第幾個字 切割的字在哪裡 在COL 這個文字裡面 所以不要動 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 因為藍名只會一個字 後瓜胡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最後的話 特別注意 我如果要把這個東西 放到這個A 這個A也 還有另外兩個 那因為我們剛剛 3的說是 什麼 是從哪個 就是 後面會多 有沒有 選的時候呢 後面會是一個 一個 一個雙引號 所以特別是 如果你將來 要放過去的時候 你乾脆從這個地方 從AND 雙引號 有沒有 S到 記得 後面就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後雙引號 因為要配合這邊 你把這一串 COL過來 貼到A的位置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OK 可以喔 回去可能再多多練習一下 因為一定要留一個 後雙引號 把這一串呢 貼到A的位置 蓋過去 把這個再貼到A的位置 理論上應該就成功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應該很困難 難度還蠻高的 但如果你這個可以做得出來的話 表示以後 你要整個報表全部一起OK的話 應該就不是問題了 然後這邊再把它往這邊 這個再把A的地方貼上就可以了 當然理論上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如果沒問題的話 應該一次OK 但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能要重來了 因為那個公司太長了 即便要找錯誤 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全部就OK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只是說 真的很容易 尤其是最後一步喔 最後哪一步 最後這一步喔 最後本來這邊應該是一個A 那我要把它變成剛剛這樣子 有沒有 本來是A喔 這樣喔 然後變成這樣子 那做法上喔 我再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喔 E把A選起來 一樣喔 然後說好兩個移到中間 M的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J 然後呢把它控開 這個前面的動作呢 都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MID 前刮弧 然後 就是抓那個文字嘛 COL 豆點 第幾個字 這一個字 豆點 E 後刮弧 這樣就OK了 應該就多那個切 所以喔 你可能要對MID的函數要熟悉 如果你對MID的函數熟悉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然後最後的話就把這一串喔 複製貼到其他的地方 執行就OK了 因為剩一點 最後的話時間大概差不多了 那最後的話年曆喔 如果你要一次就完成的話 就是怎麼樣 COL 在COL之前的話呢 我們是先讓它請 我這邊有一個叫 Application.InputBox 就是剛剛跳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叫做 Application.InputBox 就它 然後會跳請輸入年份喔 Type等於E 就是裡面一定要輸入的是數字 如果不是數字喔 比如說你輸入AA 按確定 它會跟你講說不正確數字 不能過 一定要輸入20 比如說2020好了 輸入完按確定它才會幫你把資料丟進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第一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再把丟過來的這個2020 怎麼樣呢 再去串什麼 串1月1號 因為2020後面沒有1月1號 所以我就把2020再串一個1月1號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底下的部分呢 就是剛剛講的 先COL什麼 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COL剛剛打的 每個月的其他日期 再格式化日期 這樣就一鍵完成了 OK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DEMO就這樣 清楚嘛 然後輸入2021好了 然後它就丟一個日期過來 每個月的第一天 其他天格式化 這樣OK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以後如果你希望可以一鍵完成很多的事情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把它串在一起 因為這個部分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會把那個剛剛的公式放在這邊 OK 所以你就貼上應該說 OK 底下的年曆部分也在這裡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話大概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下一個單元 所以第1、2、3、第4個單元 數學跟統計相關函數 OK